全能神话语朗诵专辑 跑了很多的路 听了许多的道 好不容易走到了今天 如果眼前这点苦还受不了 还像以往那样 那就不能被成全 这不是吓唬你 事实就是这样 彼得在经历神的许多做工以后 他长了一些见识 长了许多分辨 对于侍奉的原则 他也懂了不少 后来对耶稣的托付 他能尽上忠心了 他受的极大的熬炼 多数都是因为 他觉得自己做的事 亏欠神太多 没法弥补 认识到人太败坏 因此感觉良心受控告 耶稣曾对他说了许多话 当时他仅有一点点认识 有时候还产生抵挡悖逆 耶稣订十字架以后 他才稍有觉醒 里面特别受责备 最终达到一个地步 里面有不对的意念都不行 他深知自己的情形 又深知主的圣洁 由此他更加生发了 爱主的心 对自己的生命 更加注重了 因此他忍受了 极大的痛苦 尽管有时 像得了一场大病 甚至相当于死了一样 这样熬练了多次 他对自己更有了认识 对主才有了真实的爱 可以说 他的一生是在熬练中度过的 更是在刑法中度过的 他的经历不同于任何一个人 他的爱超过任何一个 未经成全的人 之所以把他拿出来做模型 就是因为他一生中 经历的痛苦最多 而且他的经历最成功 你们若真能像彼得一样 走最后一段路 那就没有一个受造之物 能将你们的福分夺走了 彼得是个有良心的人 就他这样的人性 起初跟随耶稣 也不可避免地 有许多抵挡悖逆的意念 但在他跟随耶稣期间 他并不把这事当作一回事 他认为人就该这样 所以当初他也并不受责备 也没受对付 耶稣对彼得的这些反应 并不认真也不搭理 他只是一味地 做他该做的工作 他从不与彼得 他们斤斤计较 或许你会说 难道他们所反应的这些意念 耶稣不知道吗 断乎不是 正因为他对彼得特别了解 而且可以说 是对他太了解了 他才不对彼得 采取任何手段 他恨恶人类 但又怜悯人类 现在在你们中间 许多人不也正像保罗一样抵挡 不也正像彼得当初 对主耶稣产生了如此多的观念吗 我告诉你 你最好别太相信自己的第三感觉了 你的感觉并不可靠 早已被撒旦败坏得破烂不堪了 你以为你的感觉 是完好无缺的吗 保罗多次抵挡主耶稣 耶稣并没做任何反应 难道耶稣能给人医病赶鬼 他就不能将保罗身上的鬼 给赶出去吗 为什么直到耶稣复活升天以后 保罗继续大抓捕耶稣的门徒时 耶稣才在大马色的路上 向他显现将他击杀了呢 难道这是因为 主耶稣反应太迟钝了吗 或是因为他在肉身没有权柄吗 你认为你背后拆毁抵挡 我不知道吗 你以为你仅有的一点圣灵的开启 就可以用来抵挡我吗 彼得又小时 对耶稣产生如此多的意念 为什么彼得并没有受到责备呢 现在许多人做事没有责备 甚至明告诉这样做不对 他都不听 这不都是因着人的悖逆吗 现在说了这么多话 你还是没有一点良心的知觉 那末后的路 你怎么才能走到头呢 你不感觉这是天大的事吗 人被征服以后 就能顺服神的摆布了 就能凭着信心 凭着爱神的心智来跟随神 那怎样走末了的一段路呢 你得在经历患难的日子里 忍受一切的痛苦 你得有受苦的心智 这样才能走好这一段路 你以为这段路是那么容易走的吗 你当知道自己该尽什么功用 必须提高你们的素质 装备足够的真理 这工作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不是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走末了的路 就是看你的信心心智到底如何 或许在你身上看不见圣灵做工 或许在教会中 你发现不了圣灵的做工 你就悲观失望 对前面的道路充满失望 尤其以往那些高大的勇士 也都倒下了 这些对你不都是打击吗 对这些事你该怎么看 你到底有无信心 对今天的做工 你是否认识透了 这些就可决定 你能否走好末了的一段路 为什么说现在你们是走最后一段路呢 因为你们所该明白的都明白了 人该达到的我都告诉你们了 在你们身上所托付的也都告诉你们了 所以说你们今天所走的 是我带领的末了的一段路 只要求你们都能达到 有独立生活的能力 不管什么时候 你总有路行照样提高素质 能正常读神话 有正常人的生活 现在我带领你这么生活 以后我不带领 你还能不能这样生活呢 能不能保持下去 彼得是这么经历的 在耶稣带领他的时候 他没什么认识 整天像小孩一样 无忧无虑 做什么都无所用心 耶稣走了以后 他才开始了他正常的人生 他有意义的人生 是从耶稣走后才开始的 虽然他也具备一些 正常人性的理智 与正常人该具备的 但真正的经历与追求 是在耶稣走以后 才有了新的开端 现在在你们身上能怎样呢 今天这么带领 你觉得很好 没有环境 也没有试炼临到 但这样根本就没法看出 你的身量到底如何 也没法看出 你这个人到底 是不是追求真理的 你嘴上说 你认识自己的本质了 这是空话 等以后事实临到 才能证实你的认识 别看你现在能这样认识 我认识自己的肉体太败坏 人肉体的本质 就是被你抵挡神的 能接受神的审判刑罚 都是神的高抬 今天我认识到了 我愿意环抱神的爱 这话说着容易 但到以后临到患难 试炼痛苦 你该怎么经历 那就不容易了 你们这些人天天都这么跟着 还是经历不上去 如果撒手不管 你们就更不行了 多数人就跌倒了 成了炎柱 成了羞辱的记号了 这都是很可能的事 你不为此着急上火吗 彼得经历那样的环境 经历那样的痛苦 还能站立住 这环境放在你身上 你能站立住吗 耶稣在地时说的话 做的功 使彼得有了根基 他是在这个基础上 来走以后的路的 你们这些人 能达到这个程度吗 以往所走的路 和现在所明白的真理 能不能成为 你以后站立的根基 成为你以后站立住的意向 告诉你们一句实话 现在人所明白的 可以说都是道理 因人明白的 并不都是人经历过的 你能走到今天 纯属星亮光的带领 不是你的身量达到一定程度了 而是我说的话 把你带到今天了 不是你太有信心了 是我话语的智慧 使你不由自主地 跟随到了今天 现在如果我不说话 也不发声 你就走不动了 马上就停滞不前了 这不是你们的 实际身量吗 你们根本不懂得 从哪方面进入 从哪方面补足自己 不懂得如何活出 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如何能环抱神的爱 做刚强响亮的见证 这些你们根本达不到 你们都是又懒又笨 你们只会靠 靠的是星亮光 靠的是前面带领的 你能维持到今天 全是靠星亮光 和罪星发生 你们根本不像彼得一样 善于追求真道 或像约伯一样 不管耶和华怎样试炼 不管耶和华是否祝福 都能忠心地敬拜他 相信他就是神 你能做到这一点吗 你们是怎样被征服的 一方面是审判刑罚咒诅 再一方面是奥秘 把你们征服了 你们都如驴一样 如果讲得不高 还没有什么奥秘 就征服不了你们 如果是人讲道 一段时间总讲那些道 用不了两年 你们就都跑光了 就跟不上来了 你们也不懂得什么敬身 也不懂得怎样追求真理 也不懂得怎样追求生命之道 只懂得接受新鲜的东西 或听听奥秘义 或听听以前神怎么做工 再听听彼得的经历 耶稣顶十字架当时的背景是什么 就愿意听这些 越听越来劲 你们也不懂得越来劲 你们以听这些来消愁解闷 你们的生活全是靠这些新奇的东西维持下来的 你以为是凭着你的信心走到今天的吗 这不正是你们仅有的一点点可怜的身量吗 你们的人格在哪里 你们的人性在哪里 你们有人生吗 在你们身上有多少可被成全的成分 我说这些是不是实情 这样的说话做工 你们还不怎么理睬 一边跟着一边看着 总是满不在乎的样子 总是被牵着鼻子走 你们都是这么走过来的 完全是刑罚、熬炼、责打 把你们带到了今天 若只讲一些生命进入的道 你们不早就溜之大吉了吗 你们这些人一个比一个势力 其实肚子里装的都是臭水 你明白了一些奥秘 明白了一些人未曾领受过的 才勉强走到了今天 你们没有理由不跟随 才勉强硬着头皮随大流走 这只不过是说话达到的果效 并不是你们的功劳 你们没什么可夸的 所以这不做工 主要是借着说话 把你们带到了今天 否则你们这些人 谁能服下来呢 谁能走到今天呢 你们早就想趁早离开 但就是不敢离开 有没有勇气离开 到今天 你们还是三心二意地跟着 耶稣钉十字架走了以后 彼得才开始走自己的历程 开始走自己该走的路了 他是看见自己的不足和缺陷之后 才开始装备的 他看见自己爱神的心太小 受苦的心智也不够 见识也没有 理智也缺乏 看见自己身上 有许多不合耶稣心意的东西 有许多背逆抵挡的东西 仁义的掺杂 然后从各方面才有进入的 当耶稣带领他时 揭示到他的情形 他也承认 也满口答应 但他有了真正的认识 还是在这以后 因为他当时根本没有经历 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身量 就是说 现在只用话语带领你们 不能在短时间内把你们成全 只能让你们明白知道真理 因为把你征服 使你心里福气 这是现在做的工作 被征服以后 有些人才能被成全 现在你所明白的那些异象 那些真理 是为你以后的经历打基础的 以后在患难中 你们都要实际体验这些话 以后临到试炼 经历患难时 你就会想起 现在你所说的话 不管遇到什么患难 试炼 或大的祸患 我都得满足神 想想彼得的经历 再想想约伯的经历 你就会被今天的话而激励 这样才激发你的信心 当初彼得说 不配接受神的审判刑法 到那时 你也愿意让所有的人 从你身上 看见神的公义性情 愿意心甘情愿地 接受神的审判刑法 而且以神的审判刑法 驻足为安慰 现在你不装备真理不行 不仅在以后站不住 就目前的工作 你也不一定能经历上去 这样你不是被淘汰 受惩罚的对象吗 现在还没有什么事实连击 而且你在哪方面缺乏 就在哪方面供应你 我从各方面说话 你们根本没受多大的苦 尽吃现成饭 也没有付什么代价 更没有自己的真实经历 与看见 所以你们所明白的 不是你们真实的身量 你们仅限于明白 知道 仅限于看见了 并没有得着大的收获 如果总也不管你们 让你们自己在家经历 你们早就逃之夭夭 回到大千世界中了 以后所走的路 是苦难的历程 这段路如果走好了 以后经历更大的患难时 就有见证了 你明白了人生的意义 走上了人生的正道 以后不管神怎么发落 你都认神摆布 没有任何怨言和选择 对神没有什么要求了 这样你这个人就有价值了 现在没经历患难 你什么都能顺服 说神带领的一切都好 一切任神摆布 不管神是刑罚还是咒诅 都愿意满足神 虽然这么说 但你现在说的 不一定是代表你的身量 你现在所愿意的 不能证明你能够跟随到底 有大的患难临到时 或经历什么迫害 或经历什么逼迫 或更大的试炼 你就不能说出这话来了 那时你若能有这样的认识 而且站立住了 这才是你的身量 当初彼得怎么样 他说 主我要为你舍命 你说让我死我就死 当时他也这么祷告 并且还说 别人不爱你 但我得爱你爱到底 不论什么时候 我都跟随你 当时他是这么说 但试炼一临到 他就不行了 就哭鼻子了 彼得三次不认主 你们知道吧 很多人在试炼临到时 都要哭鼻子 都要表现出人的脆弱来 你当不了自己的家 在这世上 你不能掌握你自己 或许今天你特别好 那是因为环境合适 若明天环境突变 你就会表现出 你的懦弱无能 也表现出 你的卑鄙龌龊 你的大丈夫气概 早就付诸东流 有时甚至 你会撂挑子 甩手不干 这说明 你当时所认识到的 不是你的实际身量 必须得根据实际的身量 来看一个人 是不是真实爱神 到底能不能认神摆布 能不能做到 凡是神所要求的 都尽上全力达到 哪怕把命舍出来 也要对神忠心 也要把最好的一份 献给神 你得记住 现在说过这话 以后要经历 更大的患难 经历更大的痛苦 要想被成全 不是简单容易的事 至少你得具备约伯的信心 甚至得具备高于约伯的信心 你要知道 以后的试炼 要高于约伯的试炼 而且还要经历 长时间的刑罚 这是简单的事吗 你素质提不高 领受能力差 明白得太少 到那时 不但没有一点见证 反而成了撒旦的笑料 玩物 现在意象若持守不住 那你就一点根基都没有 以后你就报废了 哪步路都不好走 你不要轻看这事 现在你好好掂量掂量 先做个准备 到底怎么走好 最末了的一段路 这是以后的必经之路 人人都得这么走 别把现在这些认识 当作耳旁风 你别以为 我跟你说的话 都是白费口舌 到有一天 你都得用上 话不能白说 现在是装备的时候 是为以后铺路的时候 你当预备 你以后当走的路 你当为你以后 怎样能站立住 而着急上火 为你今后的路 应好好预备 不要好吃懒做 你要尽你所能地 抓紧一切时间 把你所需要的东西 都得到 我把所有的东西 都给你 让你明白 你们亲眼看见 在这不到三年的时间当中 我说了多少话 做了多少工 这样做工 一方面是因为 人的缺少太多 另一方面 因为时间太急促 不能再迟眼了 若按你想象的方法 非得达到 人里面完全透亮了 之后再做见证 再使用 那不是太慢了吗 那我得陪你到几时呢 让我陪你到白发苍苍 那是不可能的事 借着经历更大的患难 达到人里面 都有真实的认识 这是做工的步骤 把今天所交通的意象 你都认识透 达到有真实的深量 那以后经历什么苦难 都难不住你 你都能站立得住 我把最后这部工作做好了 把最后的话都说尽了 以后就需要人走自己的路了 这就应验了以前所说的话 圣灵在每个人身上都有托付 圣灵在每个人身上 都有该做的工作 以后就是个人都在圣灵的带领之下 走自己该走的路 经历患难时 谁能照顾谁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痛苦 一个人一个身量 谁和谁的身量都不一样 当丈夫的管不了妻子 当父母的也管不了孩子 谁也管不了谁 不像现在还能互相照顾扶持 那时就是显明各类人的时候 就是说 当神击打牧人的时候 羊群分散了 那时你们就没有真实地带领人了 人都四分五裂 哪能像现在你们能集体聚会 以后没有圣灵工作的人都显形了 丈夫出卖妻子 妻子出卖丈夫 儿女出卖父母 父母逼迫儿女 人心难测 只有自己持守住自己所有的 来走好末了的路 如今你们都看不透 都是鼠目寸光 经历好这步工作 不是容易的事 患难的时间也不能太长 不能达到一年 持续一年就耽误下步工作了 人的身量也够不上 时间太长人受不了 人的身量都是有限的 我自己的工作做完之后 下一步就是人走自己该走的路了 人该走的路自己都得明白 这路就是苦难的路 苦难的历程 也是熬练你爱神的心智的路 你该进入哪些真理 该补足哪些真理 该怎么经历 该从哪方面进入 这些你都得明白 现在你得装备 等到患难临到 那就晚了 个人对自己的生命 都得有负担 别总等别人提醒 天天拽着耳朵说 我说了那么多话 你还不知道 自己该进入哪些真理 该装备哪些真理 证明你自己没下功夫读神话 对自己的生命 一点负担也没有 那能行吗 该进入的不透亮 该明白的还不明白 对以后该走的路 还稀里糊涂 你不是废料吗 还有什么用 现在你们所做的 也就是你们自己 修自己的路 自己铺自己的路 你得认识 人该达到的 与神对人的要求标准 你必须有这个认识 不管怎么样 我这个人虽然太败坏 但我得在神面前 把这些缺欠都补足了 神没告诉我时 我不懂 神今天都告诉我了 我明白之后 就得赶紧补足 活出一个正常的人性 活出一个满足神心意的人的形象 即使我达不到彼得那样 但最起码 我得活出一个正常的人性来 以此来满足神的心 末了的一段路 即从现在到以后的患难结束 这一段路是显明人真实身量的时候 也是看人有无真实信心的时候 因为这一段路 比以往所带领的任何一段路都艰难 比以往任何一段路都坎坷 所以称为末了的一段路 其实并不是最后的一段路 因为经历患难以后 你还要经历福音的扩展工作 而且还有一部分人要经历被使用的工作 所以末了的一段路 只是针对熬恋人的患难 与恶劣的环境说的 在以往那一段路当中 都是我亲自带领你 走完你那段幸福的历程 都是手把手地交 口对口地喂 虽然几经刑罚与审判 但对你来说 只是一次次小小的击打 当然使你信神的观点 改变了不少 也使你的性情稳定了不少 使你对我略有认识 但我这样说 在走这一段路当中 人的代价或心血 几乎是很少的 都是我带着你走到今天的 因为我也不要求你做什么 对你的要求也并不高 只让你吃现场的 在这一段时间 我一直在不停地 供应着你们的需求 从不对你们提出过分的要求 你们履经刑罚 并没有达到我原有的要求 你们后退 你们气馁 但我并不计较这些 因现在是我亲自做工期间 我对你的奉献并不求真 但在这以后的路途之中 我再不做工也不说话 那时我就不再让你们这样无聊下去 我会让你们有足够的功课学习的 我不会让你们再吃现成的 你们今天的真实身量都得显露出来 你们多年的功夫到底有无成效 就在乎你们怎样走这末了的一段路了 以往你们以为信神很简单 那是因为神并未与你求过真的缘故 如今怎么样 你们觉得信神简单吗 你们还觉得信神就像顽童 在大街上玩耍一样开心快乐吗 你们是羊 这不假 但你们得会走自己当走的路 来报答神的恩 来把自己所要信的神完全得着 不要自己捉弄自己 不要自我愚弄 这一段路你走过来 你就能看见我的福音工作 扩展全域的空前盛况 你也能有幸做我的知己 为我扩展全域的工作 尽上你的一份 那时你会很高兴地 还继续走你当走的路 前途光明无限 但现在最主要的 还是走好末了的一段路 你得为你怎样走好末了的一段路 而寻求而预备 这是你现在当做的 是当务之急 的准备 比疗 的 е